你知道 所以你知道那種美食 我覺得那個是最容易最快的方式 而且你不會 你不用會講那個語言 你就是 然後那個是我覺得也是最好玩的 因為就是你會遇到這種東西 這種這種狀況 我第一次吃到台灣 臭豆腐其實也是蠻好玩的 我剛剛來台灣的時候是在榮種 在實習的時候 所以他們就 他們就帶我去吃牌 去吃那邊的夜市 然後我們在走走走啊 然後我說這是你喔 這是什麼 那時候我不會講中文 我只是說台語 然後我就會走走走啊 然後他們再往前面走 我就在看我的腳 這是什麼東西啊 然後就看看看 然後就覺得越走越臭 越覺得也不是我啊 然後我也不好意思問他們 這是踩到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到那邊說 這就是我要帶你來吃的 然後我說 我以為這個是什麼人 踩到什麼東西 然後我剛開始真的是有點怕吃 因為那個味道真的緊張 我高潮 可是我想說 好好好 一定要吃 不可能不吃 所以我就吃了一口 那第一口 因為你心裡在準備那種臭的味道 所以你還是會覺得 有點怕怕的 然後第二口就是 怎麼辦 第三口 所以我現在每一次我就一定要帶我的朋友去吃 我的外國朋友 我一定會帶他們去吃臭豆腐 只是大部分的反應還是 嗯 形象緊張 我現在也是超愛的 好好 我們再放下一張的時候啊 又有讀者有意見了 說可不可以放到剛剛那個DVD的那個燈光 會不會太暗啊 如果是 因為大家想看美麗的Jenny啊 因為我等一下說快適合的時候 就這樣看 這樣子吧 好 那燈光再暗一點 因為希望讓這個畫質 哇 其實這燈光也還不錯對不對 欸好 就這樣吧 好 好 這個也是在泰國 沒有什麼特色的啊 這是一個泰國的 泰國的一個照片 好 好 這個是我去印度 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你已經 我現在已經去了40個國家 他們都會說怎麼會有 不是每個人都會有錢 可以去旅遊 那怎麼樣子去存錢 或是怎麼樣子去旅遊 是比較存錢的 或是怎麼樣子去 就可以到這些比較遠的 或是比較特別的一些國家 我這個時候是去印度 我去了一個月 是不小心去了一個月 我的意思是說 我去的時候 其實本來是已經安排說 我要去那邊去玩 其實我要去參加一個婚禮 然後參加婚禮完之後 我就看到有一天 我們到一個城市 就看到一個海報 他就寫說來學Yoga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還不錯啊 因為我到Yoga 是從印度開始的 所以想說 OK好 我從來沒有做過Yoga 瑜伽 我要在最源頭的地方 最開始的地方去學一學 也不錯 所以我就去報名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山 三天 然後不是英文 我就看到一個山 然後我就想 OK好我要去 然後我參加之後 我們就坐在 坐上一個車子 然後就 就走走走走 我們就開了八個小時的車子 我就說 Oh my gosh 他們要帶我去哪裡啊 我在開心有一點怕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就到了這個地方 你看 旁邊都沒有東西 我是從蒙拜喔 就蒙拜開始 然後就開了八個小時之後 到這個小屁屁的地方 然後他們就把我放這樣 放在那邊 然後車子就開走了 我就說 蛤 我到底是 我到底是報名什麼東西啊 然後我就找那個老師 我就過去啊 然後他說 有其他的人 然後他說 歡迎到我們的瑜伽的Camp 我說OK好好好 然後我就OK 就比較放棄 真的是瑜伽Camp 然後他說 好我們三十天後 我會把你帶回去 然後我會想說 蛤 三十天 然後我就想說 好怎麼辦 然後那天完全沒有任何的訊號 我沒有按個東西 然後咻咻 這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我就跟他解釋說 對不起 我以為這邊只有三天 他說 喔 嗯 有一點麻煩 我就說 呀 然後他就帶我 他說沒關係沒關係 然後我心裡也想說 但是我已經都來到這裡了 然後 然後我也剛好那個時候是在工作中間 所以想說 好吧 反正我也不是那麼擠的要回去 所以我說 好我可以留下來 可是最少你要讓我 打一通電話 是幫我改飛機票 所以我們就改了 然後就一路就OK 然後我正在那邊過了三十天 我從完全沒有做任何的瑜伽的Pose 變成到每一天做八個小時的瑜伽 很累 你知道很累 你知道 而且他們都是 這個是要當老師的瑜伽課 所以我要去的時候 Exactly 所以我去的時候 我要做那種反過來的那個工作的時候 我就 我就 就把他變 踩直 然後踩起來 我看旁邊的人 他們都是 完全每一次 然後手都放開了 然後就很舒舒服 然後就oh my god 可是到最後面三十天後 其實我真的是 有畢業 我真的有畢業 我真的可以當一家老師 然後 我就覺得 真的很好啊 如果我不小心看到這個報紙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想去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這個 其實這個camp 它是三十天 然後 你要給多少 你就給多少 你要給一百塊美金OK 你要給一萬美金也OK 它是百分之百就是donation 所以 其實我在這邊 其實沒有挖很多錢 然後因為我知道 因為我那個時候其實真的沒有很多錢 所以我就跟他們講說 對不起 我沒有很多錢 可是我可以幫忙 哪些東西 我都很願意 譬如說要洗菜 或者 我們那個菜啊 全部都是我要自己準備的 而且是吃素的 所以 我們那個種菜啊 那個旁邊就是我們吃的菜 然後 因為那個 也沒有水 就是你要從那個 那個叫什麼well 對 井 然後一個 從一個井 撈出來那個水 所以其實我說 我可以幫忙這些東西 雖然我沒辦法給錢 可是我就給我的 你懂 我的 手 然後 我就這樣子過 然後 我在那邊 真的 我覺得真的很難的 第一個 我沒有花很多錢 然後這個經驗也是 非常非常的特別 對我來講是 我真的沒有想到 我會 所以 有一天會這樣子 不小心參加一個瑜伽 然後再來就是 我認識很多人 因為你30天在那邊 只能跟這些30個人一起互動 所以 我因為這樣子 我就認識了全世界的人 因為是有英國人 有伊蘭 伊蘭的人 有希臘 有南非 有南美洲 全世界的人都是集中在這邊 所以 以後 我之後 我又到英國 就是那時候 你看到英國的那個時候 我就是找 我在這邊認識的一些朋友 所以 其實一個 一個旅遊的 行程 不見得是在那邊就停掉 你回家的時候 不一定是直接 就沒了 其實有的時候 你在旅行的時候 你遇到的人 其實也會連到 下一個 trip 或者下一個旅行的 或是 你會 就是跟這些人 就是真正的當朋友 然後也許他們來台灣的時候 也可以介紹台灣給他們認識 所以其實在旅行的時候 不只是 你在那邊看到的情 而已 有的時候 你會學到一些東西 然後也會交到一些 還不錯的朋友 這個就是 我們的一些 瘋子在做一些瑜伽 然後你看 我是這樣子抬頭了 你看這個 他的腿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看 我摘三課 我真的是 三課就是這樣子的 就是這樣子 就踩不起來 然後 他就一跳 兩個腳 兩個手 就這樣子 就放下去 那個壓力有多大 他這樣子 很輕輕鬆鬆的 真的 沒有任何的壓力 好 這個也是 就是 剛剛那張照片 那個房子其實都是在這裡附近 然後有一天 我們也有放假 就是每一個禮拜天 都是用八個小時的瑜伽 然後就隨便 你要做什麼就可以 所以有 那天我就跟我的朋友 我們就開始走走走 我想說 那邊有一個山 我們就跑到那邊去 然後 我沒有想到其實要到那邊要六個小時 就一直爬 一直爬 一直爬 然後 就沒有目標 其實只是要看一下 然後放得輕輕鬆鬆的去爬 然後我們到三面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個起 這個是最高點 然後 沒有想到 我們再走過去一點點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小廟 很小 真的很小 就是大部分兩個人進去 就沒有位置了 然後 哇 這邊上面還有一個 我們下一個 前一回 吧 上一個 我們下一個